王船进水典礼邀请屏东县长周春米为王船开光点睛 这艘依循古法建造的王船 传体彩绘将黑尾鱼骑鱼等渔民常捕获的鱼种绘制 祈求鱼获丰收丰调与顺 上午的祭典隆重盛大 吸引许多信仲级游客起居观礼 也宣告9月份即将迎来迎王祭 届时欢迎全台各地游客及出外游子 返乡来参与盛会 三年一科的这个银王平安祭 那我们今天是举行三龙宫我们的这个王船进水典礼 那也很荣幸能够跟我们的议员们 大家长们大家来进行这个进水 还有开光点睛的仪式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民俗的节庆 那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到小琉球 大家一起跟着我们的叫班 一起走着整个美丽的琉球岛屿 来祈福 来消灾解恶 这是典礼三四百年传统的文化 这是一个定义一个行根之理 无论你去到天边和住一国 大家奉下手边的工作 回到小琉球共枪盛起 可以说海来玩 台湾本土 会在显然心里 王爺很严重 你参拌可以家庭美丽 实际可以逢得带电 炮轩一响 一大袋一大袋的糖果 宛如糖果瀑布般落下 为了让信众奋战喜气及庆丰收 庙方一群网利 准备三千四百斤糖果 分送给乡亲跟上千名信众游客分享喜悦 许多远从北部到访的游客都觉得很新奇 更有民众临时找不到袋子 干脆就直接用自己的长裙来接糖果 刚好遇到 刚好遇到 有听人家讲在地人跟我分享的 很特别 很新奇 第一次来 第一次遇到 很好玩 因为我太临时了 不知道 然后身上没有工具 然后就直接拉圈之间 其实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当地人推荐我们过来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蛮好玩 第一次看到糖果瀑布 县福指出东港镇 琉球乡 南州乡 每三年一颗的银王平安祭典 是宗教盛世 三乡镇银王平安祭典 定于今年九月起陆续登场 标方此次一群古礼仙 办理王传进水典礼 欢迎全国民众在九月银王平安祭典 前来小琉球 体验不一样的民俗文化活动 及在地旅游魅力 记者不一定杨正义采访报道 让他看到了 小辣家 的狗 与入手 入手 入手